接下來要剩下的東西 叫做酸鹼指示劑 有一些植物 它裡面的色素也是天然的 但也可以用人工做的 會在不同的PH 也就是不同的酸鹼中呈現不同的顏色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來做成指示劑來判斷東西的顏色 比如說我們以前教過的食物 不只我們教過這些 請你背下來 這當初就請你背過了 好 食蕊 分泰 分紅 廣用 酸中顏色 鹼中顏色 這裡有個變色範圍 那個在高中才會比較交到什麼低定中點什麼之類的 在那地方會顏色會做個轉換 那你大概這個有人曾經考試有出過題目 不過你看一看就會了 到時候再說 基本上就是把顏色背起來 酸中顏色 鹼中顏色 而這裡的酸中顏色 鹼中顏色其實指的是 PH值比較小的顏色 或者PH值比較大的顏色 比如說你看這個分泰 變出來是8.3到10.0 所以PH值8的時候是什麼顏色? 8的時候是無色 可是8什麼性? 鹼性啊 其實是鹼性 OK? 所以這只是說 PH值比較小的 PH值比較大的這個狀況 如果你要仔細說是這樣的意思 不過我們平常就這樣背 酸中顏色 鹼中顏色 把它背起來之後 我們講過 前面已經問過了 講過了 那麼除了這叫長 然後就是一個廣用劑的 這綠色是中性的 綠色是中性的 紅橙黃綠藍電子 偏紅黃是酸的 偏藍紫是鹼的 綠色是中性的 好 就是叫做常見的指示劑 那麼這剛剛 這個我們上次做實驗的時候講過 廣用指示 廣用式子 它的顏色變化是一系列的範圍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色碼表 就是碰到以後去對它 看顏色跟誰相近 就代表PH值大概就是大概是多少 這是一個概略的一個講法 當然會有一個比較仔細的 比較精密的東西來看 所以這個廣用式子 要對色碼表 來它的PH值 這上次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跟各位說過的 除了我們剛才介紹還有一些常用的東西 這個考試考的機會不多 有人考過 但是不多 像什麼吃的那個紫橄藍跟紅鳳菜 這應該有些人都吃過的東西 都可以當作指示劑 比如說紫橄藍 酸中就偏紅紫 鹼中就偏黃綠 顏色 中性這樣顏色狀況 比如說像紅鳳菜 顏色這樣的變化 這個基本上不需要特別的背 雖然有人偶爾會考 但是基本上不需要特別背它 看一看就OK了 這就是我們剛才講過的 我們有個精密的儀器 叫做PH儀 我們可以拿去量PH值 可以準 可以記錄到小數點第二位 它用的原理 高中之後才會教 所以我們國中生只要知道 有一種儀器叫PH儀 可以量一個東西叫PH值 它比較精密 比較準確 可以顯示到小數點第二位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OK 那麼基本上PH值是不考 很現在很少人去考你PH值多少 給一個容易 問你PH值有多少 這種題目很現在很少考了 但是就算會考 也很簡單 如果我考你PH值的計算 就是請你去算清離子的墨濃度 如何算墨濃度 我們前面學過的 但是有幾件事要提醒你 這幾件事在別的題目當中也會出現 第一件事情 要記得你算的是清離子的墨濃度 不是酸的墨濃度 所以你要注意 一個酸會有解離出幾個清離子 鹽酸綠化氫 一個酸解離出一個清離子 所以鹽酸如果一大M 清離子濃度也是一大M 可是硫酸 H2SO4 一個酸會解離出兩個清離子 國中降膠的 一個酸會解離出兩個清離子 所以硫酸一大M 清離子濃度是兩大M 記得要乘一顆 再來一個問題是 我們給的條件是給氫氧化鈉 給的是鹽 給的是鹽 你只能夠算出氫氧跟濃度 可是PH只需要的是氫離子濃度 請問你 你怎麼樣從氫氧跟濃度換成氫濃度 就要用到氫濃度跟氫氧跟的關係 什麼關係 我們剛剛教過什麼關係 相乘等於10的-14 所以你如果算出來氫氧跟濃度10的-2 記憶濃度多少 就-12 你算出來氫氧濃度是-3 記憶濃度多少 -11 相乘等於10的-14 就算出來了 就可以算出氫氧濃度 當然這裡也會跟前面一樣 你也是要注意 一個鹽會解離出幾個氫氧跟 雖然現在考PH的計算不多 但是剛才所提示的觀念 要注意一個酸到底會有幾個氫離子 要注意我如果給氫氧根 你如何變成氫離子 要用它們兩個相乘等於10的-14 這個觀念是一直都會用到的 所以要請你注意 OK 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所以聽說 你的角色就到了 我們先歡迎